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养殖行业当中最赚钱的一个环节 而且这个环节呢它属于来千块利润高的一个最赚钱的环节 来千块到底快的什么程度呢 最快的话可以说两天卖一次 还有三天卖一次 卖一次最低的话可以说都卖个八九万元 年利润呢更加的乐观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想在2023年赚一桶金 想在2023年规定下你的目标的进步下 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你要耐心的看完 或许真的能够帮助到你 大家好这里是三栋雷克 很多粉丝朋友都会问到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养殖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养殖行业当中哪一个环节呢 来找几道朋友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拍摄到的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了 哎呀不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个铜鸟养殖吗 不是铜鸟养殖 那是养殖鸟哪一个环节呢 想知道的朋友 咱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铜鸟啊 正在下蛋 话题说到这里了 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最维持的环节 就是下蛋环节 做白了就是主要就是卖蛋为主 是吧朋友们 两三天卖一次 两三天卖一次 来想比较快一把 而且一只铜鸟基本上会产半年的蛋 有可能半年哈 啊有可能半年 不过他一只铜鸟最低的话产个七十个蛋 高达八十五个蛋都会有的 具体的看你是如何养的了 是不是朋友们 我今天拍摄到的这个养殖户 养殖这个铜鸟 他养了差不多有八百五十只 养殖规模是相当OK吧 朋友们 在我们河南这块也算是数得着的一个养殖户了 规模还是OK的 而且呢 他一个养殖铜鸟的近年的历史 也就是第六年 历史比较悠久 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 是不是朋友们 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养殖户也说到了 养殖这个铜鸟来 其实铜鸟吃的也就非常多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清楚 他八百五十只铜鸟 基本上都是一大半都是母的 一大半都是母的 都是以铲蛋为主 以铲蛋为主 只有十类只左右是这个公的 用还得浮化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很多粉丝 很多网友都会问到了 那这铜鸟它产的话 大概能够产多少颗蛋呢 给大家说一下 一般情况下 它八百多只铜鸟 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一只铜鸟产下来大概是 两天产一次蛋 有的是三天产一次蛋 反正合起来吧 这个铜鸟不产 那个铜鸟产 说白了就是三天 基本上都会达到400到450个蛋 400到450枚蛋 一枚蛋的这个价格呢 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在200左右 有时候航天价格在下跌的时候 会达到150块钱一枚 说到这里 不知道评不成的朋友 你有没有吃过铜鸟蛋 什么口感 吃过的朋友可以打个评论去和大话分享 分享 分享你吃铜鸟蛋的这个感受 另外块来 肯定会有很多粉丝都会说到了 哎呀 三东雷哥 你不住在这里 催牛吗 那这么多铜鸟蛋卖给谁啊 谁吃啊 哪有那么大市场啊 我今天的课大家再次分享一下哈 鸵鸟啊 第一可以做装一个礼盒 当成礼盒 鸵鸟蛋的礼盒啊 走亲戚劝朋友啊 走礼盒拜朋友的啊 看亲戚啊 炒兵号啊 等等一类的都可以用它啊 比较像档次的 还有一块呢 呃 这个鸵鸟还可以做一个美食 大家通过视频的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鸵鸟的美食啊 深加工啊 斩在热一下子 而且放里面的东西特别好吃 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美食啊 第三呢 也可以卖给客人啊 自家吃啊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了 是不是要朋友卖啊 所以说这三个渠道呢 足够他的市场扩大的 还有呢 他利用现代化的直播的形式来进行 收卖的 市场也是非常非常大 把他的鸵鸟蛋卖到全国特地的 有时候很多粉丝都会说的 到底能不能卖动啊 看个人的能力和本事了 人家能够做得到 你不一定能做做得到 你做不动的事情 也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我今天呢 给大家所分享的就是 养着这个鸵鸟 下的这个蛋 一蛋为主啊 也就是最赚钱的一个环节了 他这边也说到了 反正是一般情况下 都卖450枚左右啊 基本上三天卖一次 不低于450枚 卖一次呢 基本上两枚块钱一个都会卖9万块钱 他的年收入呢 他也说到了 除了这个成本呢 除了人工啊 反正是差不多 年收入会达到86万元左右啊 一个啊 净的一个收入啊 净的收入啊 总体来说还算是差不多吧 可以买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 你觉得这个 养鸵鸟这个赚钱的环节 下蛋结款 你觉得是否赚钱的 或者是你对这样的话题 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的 可以到评论区 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的最后 大家简单的落到这里了 喜欢参动了一个的视频 或者是想聊着更多的 奴役方面知识的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一个视频呢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可以不见不散 拜拜